你能不能过去的 第一阶段 从夏到春秋时期 那么以上述和春秋 也代表 此期 事官 分思 严是不混 得到一种内心狂野和变态的满足 游记词 文字 很有道理啊 不减调 我还没说下课呢 同学 你也太心急了一点吧 不好意思啊 老师 我有急事 下次 下次我一定最后一个早 好吧 下课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不知道 可能人有三级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除了法医临床学 今年 你们犯罪心理学的课 也是由我来上 是不是很开心哦 是 大脸哪 看来我没那么受欢迎啊 先上课 先上课 那位女同学 你不是法医系的吧 是谁让你进来的 老师好 是赵凡舟让我进来的 赵凡舟 是这样的 我是一名侦探小说爱好者 无一间才认识了赵凡舟 他说了 是让您的课呢 可以对我这个侦探小说的构思 起到一个醍醐灌顶的作用 所以我便慕名而来了 相信老师肯定不会介意多一个学生吧 你听到没有 我是美名在外哦 欢迎你来旁听 请坐 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听课 好的 谢谢老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下课给你接上 接上课给你接上课 发现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 犯罪心理特征 多数罪犯认为自己是好人 你们的课也太有意思了吧 我现在灵感源源不绝 我来给你讲一下我的思路啊 是这样的 男主角呢虽然杀人如麻 对他内心特别地纠结 每次杀人回家之后呢 都要大哭一场 用头去撞墙啊这类的 所以啊家里的墙都是 一块一块的血迹 警察分析出来呢 以为是受害人的血 没想到啊 是用他自己头给撞出来的 难道不觉得这个剧情很反转吗 所以你找我来 到底是干吗的 对了 穿着忘了 我是来告诉你 为你想到办法 把黑壳给找出来了 所以你的办法就是 上论坛挑衅他 我查了很多资料 研究黑客的行为模式 你看他会挑选这么大的活动 说明他是想得到别人注意的 再从他那句 你的演讲真垃圾这句话 又可以看出 他自负又情绪化 我觉得上论坛给他发一个战帖 说不定真的把他给引出来 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给编程社追踪 那你准备发什么内容 还没想好 那你好好想想 而且 我建议是 你手写一封战帖发上网 干吗手写 都二十一世纪了 谁爱手写 他 太不环保 万一对方也用手写的方式回帖 这样我就可以做笔记鉴定 好像有点道理啊 但是我还是不想手写 为什么 因为我自愁了 因为我自愁 这个你就别看了 真的有点愁 有病啊 一进一扎 这学校论坛上有人说抓到那个军训表上大会的黑客了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办啊 我 我 我没有 蔡老师 你玩不玩啊 我都要被砍死了 来了 来了 你 来了 我已经查明你的身份了 明天之内再不自首 你将会追悔莫及 未来的真诞舍市长 周晓 你个白痴 回了 什么意思啊 他知道你没查出他的身份了 这好像是个藏头诗哎 你能不能过去哪儿 周 晓 爸 吃 你干吗骂我 这人认识你 你有计算机很厉害的朋友吗 没有 没有啊 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那我就先从计算机系的笔记鉴定开始 怎么鉴定 学校都有学生入学的签名档案 法医系有笔记鉴定的预定 那个 我跟你坦白 你这个人不要这么死脑筋嘛 就算把他查出来了 也不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啊 我们就享受这个侦查的过程 不好吗 不计算我求你了 这事儿也不是什么事儿 大不了我去跟那个什么学生会代表贾一声道歉嘛 对不对 去道歉 所以真的是你做的 你有这么讨厌我吗 不是他做的 你误会了 其实 就当是我好了 我给你赔了一道歉啊 对不起 对不起也太轻妙胆险了吧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可能因为我这个人吧 很小气 你 踩坏了我的侧向仪 我生气了 所以我就想报复你 你看咱俩都有错 要不就一笔勾销吧 你踩坏了他的侧向仪 我不是故意的 我原来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我再次真诚地向你道歉 你看你这么善良美丽大方 肯定会原谅我的 对吧 那要不我就先走了 再见 再见